当时我们在江山会开会嘛 我是在江山会常务会长 当时我们的会长 终于把他带过来 他说准备开个压老院 都是老乡 叫我们老乡每个会长 看能不能帮忙借铁 我想坐下来我借铁可以 陈先生介绍啊 看到老乡遇到了困难 自己是毫不犹豫的就伸出了援手 给我们打了个借条 写了个经济条 纯粹到48网 三年付清三年付款 等于我去法院一起说 等于这三年 利息一份也没有 拜拜叫他用三年 没办法过来 现在总共到现在有多少年 快五年了 四五年快五年了 一分钱没还是吧 没还一分钱没还 多次讨要无果 陈先生将对方告上了法庭 法院审理判决后 陈先生申请了强制执行 可是对方依然是避而不见 这种是这种 好像只有绝了 我们先进来 时间不太要吗 没在家 没在家 太老了 昨天那是正周吧 就正周了 怎么了 是个认识吧 你不认识是吧 不能识我 他不认你是吧 不能识他 沈建卫这个是原告叫陈碎 他说他跟沈建卫中间有一个民间接待 借了他48万 他们都是老乡 对吧 然后这中间他们之间谈过 沈建卫去法院也报告过 就是说了分期给 但是后期一直没给 但是再后来我们法院通知他 他也不接电话 所以说今天我们是 利用这个周五集中之行来加力 通知他一下 你这个现在 你可以沈建卫打个电话 你给他拨通电话 我给他说一下 好吧 行吗 因为都是老乡 有啥得好 坐那儿收拾就行了 是不是 你给他拨一个电话 让我给他 行 行 你把这个门开一点 这个繁琐人呢 你就把门开一下吧 人在里边出来自己说 如果在家的话 我最棒出来 好吧 我看裤子在那 你也别说你就是 你那俩 直接放出来自己说 你说我家的人说清楚 对不对 不要出来 这边在里面 车上装上的两个车钥匙是谁的 媳妇 都是你爱人的 对 什么名字 他车主叫什么名字 张灵 张灵是吧 一个车 一个车 一个车两把钥匙 对 他另外配个钥匙 那时间了 对 今天能还钱吗呢 就是老陈这个 你们中间这个借款 能处理多少 能处理多少 几万块钱吧 几万 几万 两三万 两三万 几万 几万 是 剩下的呢 剩下的 我还几天出付吧 是咋付 是一次用作 还是给原告打个协议 还是分期啊 之前不是打错过一次了 之前你不是没有旅行吗 都没有一点情形 就没有还是吧 半个钱都没有 我跟你说 你这个必须在原告 你同意的基础上 咱们之前已经达成和解了 你不用理性 是不是 这说明你已经违约了 那么今天就看你的态度了 如果你要是得不到 得不到这个原告的亮点 那么我们法院谈对你才去 强制措施 听明白了吧 行 行 一会儿 你拿上你的身份证 去法院谈 我再过去吧 不用 我们下回有车 然后今天看你的态度 能达成和解 能得到原告的亮点的话 可以 这样子吧 那个 我也没有去法院 我现在打了电话 一会儿我该打电话 不行 我处理完了 我再往那去 你觉得 你觉得 可以吗 要不这样子 老曾在这里 我一会儿给 去法院说 有什么事 咱去法院说 这个不用说了 去法院说